其實今天所有參賽者目前為止 大家都平平穩穩地唱完 但因為今天的題目 其實考驗的是參賽者對於音樂的想法 還有對自己的認識 所以這個非常重要 因為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大家心裡在想什麼 那今天其實這個題目有趣的地方是在於 跟平常的表演反差比較大 但是這個題目放在趙太祥身上的時候 就變成很致命 而且是你必須要花更多的精神 來準備這個題目 因為你平常就在做很復古的東西 那今天其實你唱《夢醒十分》 我覺得就是很平穩地唱完 完全就是KTV式的唱法 我覺得這個歌很重要的是 在那個時候陳淑華唱這個歌 他唱出的是新女性的意識 所以他裡面有很多很有自信 很肯定的語氣來唱這個歌 很多女生得到共鳴 但是這個詞男生來唱的時候 那他又是另外一回事 他會是比較撫慰的 或者是另外一個異性的角度 他其實是有很大的情感的發揮空間的 可是你完全沒有掌握住這個歌 你可以發揮的重點 所以我覺得你在剛剛在演唱的時候 真的是很沒有想法的 就是只是把這個歌唱完而已 羅琴我覺得其實我還蠻期待的 因為我覺得你平常其實對自己的表演 或自己的聲音都會有自己的樣子 那我其實還蠻期待你唱黃莉莺這個歌 我覺得其實在主歌的部分 因為你有時候會用一些新世紀或是美聲的唱法 其實在很多歌上面其實有一點唐突 但是有一點趣味 這個主歌其實已經剛才已經有老師 這個歌已經長成這個樣子 其實你在主歌的時候 你就可以運用那樣子的唱法 到了副歌再回到這個歌原來的有節奏的唱法 但是你剛才也是就是這樣唱完 我覺得建議的部分 其實我反而覺得 因為你唱的是迪克牛仔的版本 它是一個比較搖滾的東西 但是我反而覺得 你如果唱原先張宏亮的版本 或是把張宏亮的版本再變得更小 小品更輕巧一點 或許會很有趣 因為你本來的聲音跟原唱跟張宏亮 就有很大的反差 然後這個其實 你如果用很害羞小品的方式去唱 我們在聽的時候 真的就是會有新古典的感覺 因為是完全沒有聽過的感覺 所以你可能反而往相反的方向去想 或許你來唱這個歌 我覺得會更有趣一些 謝謝老師 那問方更簡單了 其實問方平常拿一把吉他 來唱天良好個球 對這個詞來說就會非常的小清新 非常的有那個氣氛 那個啦啦啦或者是你也不用排舞 或許整個氣氛就會變得非常的特別 所以這個歌其實是你非常容易掌握的歌 但是你也找了一個比較複雜的方向 所以我覺得參賽者應該要想一想自己擅長的 跟自己的特色是什麼 然後再去思考怎麼選歌跟怎麼樣去表現這些歌曲 我覺得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好 謝謝老師 好 我覺得今天其實今天這個題目呢 你可以有很多種表現方式 你可以很創新也可以很保守 其實像之前胡振嬛的表演其實是保守的 但是因為他運用一些想像力 我們對他唱這個歌 比如說胡振嬛學話 他唱的是講飯骨的故事 所以我們自然會有那種情感的投射在他身上 所以他這個想像力這個是很重要 你可以很中規中矩的去唱這個歌 那藍以恆今天你選擇的也是這樣子一個比較保守 比較中規中矩的方式 但是我們比較難把你跟情歌聊傷小王子投射在 就是這個連結會比較稍微困難一點 我覺得如果你真的要這樣子保守去唱這個歌 第一個你還是要有一個梗 一個讓我們怎麼樣去把情感投射在你身上的方式 另外一個就是你真的要在技術上能夠做得很好 要把原來這個歌美好的地方完整地呈現出來 第一個我覺得其實藍以恆你每次唱英文歌的時候 有一個問題就是你英文真的不夠好 英文的發音真的不好 所以其實有很多字 那個英文字唸起來真的不是很好聽 還有最後一段那些音 我知道你可能是要改那些音 但是聽起來真的感覺上是有錯的有點離譜 那些音聽起來就是錯的 所以聽起來如果是以這樣保守的方式來呈現的話 我覺得你今天有很多技術上的問題 流行歌其實我覺得你今天選這個歌其實是蠻不錯的 因為你本身的音色很現代 那你選一個跟你本身很有反差的一個歌 說真的唱的應該是我覺得你的技術想法 你的groove或者你的唱功我覺得還是太粗糙了一些 因為我覺得很多人有的人是憑天分然後就可以進入石牆 有的人是靠努力進入石牆 我覺得其實你有這個天分 但是你還是要再多花一點時間去累積自己的實力 因為我覺得你的音色真的是很有個性 但是這個歌不管你在拍子的處理上 或者是一些像第一劇出來的福音展 其實就有一些高音的問題 或者在技術唱功上 我覺得真的都還 距離我的想像都還有一段距離 所以我覺得你要更努力才行 謝謝老師 亞莎我覺得我反而有不同的意見 因為我覺得你本身就很 你的氣質或唱唱本來就很古典 所以其實今天在表現這個題目的時候 其實我對你還會有一些更新的期待 因為你的技術很好 那你對於歌曲的內容的掌控也很好 我其實對你還有更多的期待 我覺得你的表現對我來說 還是有一點點保守 我覺得可以再嘗試一些更有趣的東西 好 謝謝老師 好 謝謝你開會 在經過沈慎的討論過後 評審團選出四位表現較不理想的選手 進行最終投票 他今天比較嚴重的錯誤 他有唱錯 唱錯的歌詞 唱錯的歌詞 唱錯音嘛 那其他三個都是他沒有心意 但是沒有太多的錯誤對不對 我已經錯了 大概沒一點 都沒有一點 就他了吧